一个东北人在南美拥有一个这么大的酒吧 中国人去本地夜总会不用买门票 讲讲不干净的厂大 最好的位置看中国人来了 他们本地人在他们都给撵走 安装跟做的 证客法 对 有常性服务是合法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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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的酒吧 诶 对 这么大 在南美拥有一个这么大的酒吧 是一个什么感受 很累 很累吗 对 钱不好挣 因为不熟悉他们 我感觉抓不住他们的卖搏 现在是一两个月 然后还在抓他们卖搏的时候 对 因为他们的消费习惯 他们的营销方式 我们都跟我们的都不一样 不太合适 不太一样 而且办什么事 就是很慢 还有就是这些员工 幸福我这有一个 他是阿根廷人 阿根廷人 阿根廷人做事就比较聪明一点 然后还比本地人好一点 怎么说呢 本地人 就是 他也不是说怎么样 他就是工作的状态 就是慢慢悠悠 那请一个阿根廷人 他的工资会要比本地人要高一点吗 一样 是一样的 是吧 现在阿根廷经济也不好 我给您打听一下 这位阿根廷小哥 他的工资一个月多少钱 两千多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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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多利维亚是什么薪资水平 就给了一点 提升 也不算提成 给一点奖励 给一点奖励 对给一点奖励 但我感觉这边的消费水平不低 他们如果是两三千的话 在这边生活够生活吗 这就是高档社会 低档社会的区别 高档社会可能你挣的多花的少 他们就是挣的少花的多 他们挣的少花 对 那怎么生活啊 都这样 都这样 对于我们来说不好理解 他们都活得挺好 行 什么酒的利润最高在这里 其实他们比较喜欢喝这种扎皮 扎皮 扎皮的利润应该还可以 这一扎大概多少钱 这一扎我们现在 他这本地产的叫Pasenia 三生的 Pasenia的话 我们现在卖到160 三生 大约相当于 相当于9瓶那个小的克洛纳 你克洛纳就算31瓶 克洛纳的话 你9瓶的话就200多了 也是好 那你这边克洛纳是31瓶吗 我现在克洛纳是卖30 31瓶 对 他这很贵 你看他这个水 他们平常外面都卖5-6块钱 方便透露这边的租金吗 这个租金现在是3000 3000美金 对3000美金 一个月 13000美金在这边是什么水平啊 贵不贵 不便宜 不便宜 旁边的房子小也都1500美金 压力大不大 压力挺大 现在肯定压力大 因为刚开始 刚开始 最开始的时候压力更大 一开始根本没准备 就是当时我们的想法也比较幼稚 就觉得在这开酒吧 我们灯光也好 音箱也好 装修什么东西也不大 可能就是我们觉得一瞬间就火了 自然而然会有什么 对大家的想法都是说 只要你开了就会火 其实并不是 他们这边有很多运营方式 关键问题是我这个厂部 现在是个干净的厂 存酒吧 对 没有那个女孩什么的 干净的厂子 对干净的厂子 你讲讲不干净的厂子 那也不听说 你听说的你讲的 朋友们都在说 因为每个酒吧他们都说 你这没有女孩 你生意就不好 我总想用一种 启影音乐的方式 去吸引客户 本地人他们会做什么声音 他们什么声音会更正前 你知道世界上最关键的三种方式 一定是那个 那个 那个 房主族 哦 确实 咱们在外面 咱们不可能 去做那种东西 这的那个 那个 戏院是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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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有藏性服务是合法的 他们比如说 那个夜总会和 什么 迪斯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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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跟你的酒吧 是形成一个竞争关系吗 我觉得 现在看的话 我们不同就不属于 同一个行业 不是一样不可能 但是听起来他们好像更有吸引人的优势 是吧 迪斯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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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么样呢 是 他一般来说出门票 女孩是免费的 女孩多了男的就多 他们就花钱进了 还有就是像夜总会 你也知道欧美这套东西 什么 我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给我讲一讲夜总会 我还真的不知道 应该每个地方的夜总会 还不太一样吧 这边是什么样子 我没去过 你也没去过 听朋友说的 很多人在说 好的 是什么样子呢 拖衣舞 打小费 拖衣舞 然后小费 然后 也是要买门票进去吗 听说中国人好像是不用买门票 因为中国人都去玩得不较大 中国人去本地夜总会不用买门票 像他们说的那种拖衣舞的地方 他们看见中国人都非常好 然后可能最好的位置 看中国人来了 他们本地人在 他们都给撵走了 他们这种人做的 因为 因为中国人消费啊 知道中国人来了 就知道钱来了 对对对 这边还是主要是靠音乐为主 我们要做纯粹的音乐 而且我们现在想办法 跟他们的高档的艺术家 高档的艺术家联动 不错 对 因为前几天他们到我这演出 他们也是第一次 他们就是最顶级的音乐家 哪里最顶级 盛克伦斯还是柯利亚 盛克伦斯就代表柯利亚 所以就相当于 出个国家最顶级的音乐家 他们这些音乐家 他是去开演唱队的 中间的那个银火 咱们几次烧了 让我感动 后来我们外打 真的好厉害 真的好厉害 家人现在在中国 都在中国 所以家人对于你这样子 一个人跑到南美来创业 是什么想法 支持的吗 还仅仅是十 但是就是错过了孩子成长的时光 是最早一 孩子现在多大 十三 我来的时候十岁 中间一直没有回去过 中间就是一直疫情嘛 回去很难 然后还有危险 就没回去 现在的状态是 现在你要做事了 如果我这是不弄好的话 一定要捋顺了 他真的能平稳的挣钱了 我才能动 要不然的话 也不好弄 本地人对中国人的看法是怎么样 我感觉大多数的本地人 对中国人还是挺友好 挺友好 而且其实布里亚 现在还是目前为止 是南美洲最安全的国家 会不会想说 我知道你是中国人 你有钱 我想办法来敲你一笔 可能也会有 但目前我还没遇到 目前来了有一两年了 也还没有遇到 还没遇到 那还不错 要不要交保护费呢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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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你生意不活 也没人管你 想如果生意火了 更好 他们来找 来找你更好 找你就不给你要多少嘛 那你派一个人过来吧 然后我给你分 分多少 咱们谈好了 大家都更钱 我还更不怕了 是吧 对 对吧 你有什么事 你保护百庭嘛 保护费你收了 对 但目前没有 目前还是没有 这是我的想法 我当时做的时候 我也在想 会不会有人来收这个保护费 但是如果他来收了 我就想到 你来收保护费 你要收多少 那你是不是拍一个人 我有事 我是不是得找你 你的脑海里面 已经预想过这种场景了 肯定要想 已经排练过了 其实他这个社会 还是比较安定的 有的一些小偷小摸 基本都是一些 我们在维尼的 未来人 哥伦比亚人 巴基人 你看 小偷小摸 对 老板还要煎大厨 今天你有苦福了 做一个最好的打算 多久可以回本 回本不敢想 干好的话 一年多回本了 干不好的话 可能赔了 这甜的洋葱 好像我已经过了一样 哈哈哈哈 过了一样 擦一下 起名叫轮脂鸡翅 因为给很多人吃 我都不给他们擦着 说 就是要手拿着吃 用手拿着吃 对食物最大尊重 法式 浓汤 一个东北人怎么会做法餐啊 有师傅 有师傅 法式浓汤 放薄荷 也是第一次吃的 今天是有口福了 怎么样味道 香啊 你这个牛奶 是放的蒸汁的 啊 必须的 能烫吗 每一碗汤 都有一个蝦 浓汤里面 居然有个蝦 我觉得也是应该 好好把这块地方利用起来 嗯 因为酒吧呢 晚上营业嘛 那白天这么好的场地 空在这 就有点浪费了 一边喝酒 一边也可以吃的 一边 啊 晚上也可以 酒吧都是有点餐 嗯 晚上也可以点 白天也可以点 但是我做的 一定是 他们没吃过的味道 你走之前 出发之前 你再到我这 出发之前 骑着马过来啊 哎 骑着马过来 怎么行啊 给你来一碗 蒜麻酒